好,我们这个管是连接气的,压缩空气,我们这边接上气了,我们一会儿就是说清洗之前打开气,现在不开,然后开电源,电源打开之后,我们打开前面的一个门,我们会看到这个冷水机, 咱们最开始肯定是要先把冷水机要装满水,这是标准区域,装满水后,这个设置好了,温度了已经,我们等它到达这个设定温度26度,我们再启动这个电源,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先开机,再打开机器,这是开机键,喜欢开它,然后开机,当个指示, 好,开机之后,这会,这是套道平台,然后我们这个清洗头上也有一个套道平台,你再看那里行,我还没改用完呢, 好,清洗头上这个也是一个套道平台,跟这个是一门一样的,控制的话是一样的,好, 我们可以把它架起来,防止它刮伤,好,现在我们一会儿要清洗的东西是它,好,现在我们首先,在清洗之前,要先打开这个镜头,打开镜头之后,要看一下这个镜片,有没有污染,好,要保持捷径,我们再去清洗,好,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, 好,温度够了,我们就要打开接光器了,25度了,差不多了,我们看这个钥匙,我们下左旋,在一开始是一个电源灯亮, 电源灯亮10秒钟之后,RUN会亮红灯,好,在这个状态下,我们启动,启动激光器,我们就可以看到,我们这个,这里已经有这个, 光束了,现在是一个圆形的,看到吗,现在是一个圆形的,清洗,好的,可以去,在这个,这个头子可以设置这个,清洗的一个范围,这是一个100,我们点它,改成50, 啊,当然,这可以选择这个清洗模式,哎,我们选择完了之后,它就会,立即呈现出来,不同的清洗模式, 同电话,特别特别,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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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是,这是巨型,看到吗,巨型,然后,这是圆形,好的,现在我们开启,然后试一下,加工,加工之前,我们先打开使能, 使能了之后,我们再去清洗,好,大约距离这个板材,距离材面,大约半米左右,来,然后开始, 我是没有动的,我是没有动的,可以看一下,这是刚才那个圆,然后我们改一下模式,改一下模式, 我们改成巨型吧,巨型,哎,这不是巨型,好,巨型模式, 然后我们改一下,然后我们改一下,这个,宽度,改成100,高度,改成100,就是一个100的方,好,可以看一下, 好了,下面我们就开始,启动了, 好了,下面我们就开始,启动了, 你不动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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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那边洗完了,我被看这边洗,哈哈哈,你范围越广,它这个能量越弱,所以说的话,我们进行我们试试情况,来消整这个大小, 翻讯一下,